大家好, 赵作荣论法又来了, 教授你好, 你好, 阿潮辉的老师, 大家好, 国安网友好, 你好, 你好,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应该大家很想知道的话题, 就是读念六四会不会是违反了港区港法呢? 政府就说了, 不会就假设性的问题判断什么一定会犯法, 或者不犯法的, 表示在国安法之下, 市民不可以进行煽动国家, 颠覆政权, 分裂国家, 在国安法之下有四项非常清晰的罪行, 相信香港的市民应该明白和理解这些限制的, 所以呼吁市民大众在进行任何活动的时候, 那就一定要小心了, 千万不要乱来, 在这搞搞阵, 这点呢,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这个讯息的了, 是不是这样说, 教授? 是啊, 其实在说两件事, 示威游行是香港法律容许的, 我也觉得在整体的发展来说, 不想因为六四这件事情呢, 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, 就在这里污蔑香港的法例已经改变了,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, 为什么香港政府会这样去发回应呢? 因为提醒大家, 正面大会是刚才说的, 那个问题就是, 港区国安法里面有四大重点, 如果那个示威游行里面, 他们讲的东西, 是涉及这四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, 或者所有的问题的说话呢, 这个就违背了港区国安法的了, 也是说呢, 是触动了国家安全的底线,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, 因为这样香港是比较特别的, 绝对不是,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例呢, 都有相对, 相当程度上面呢, 是跟香港相类似的, 也可以这样说, 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法相类似,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, 有点时间, 阿老师, 这一点当然是, 我们期望23条就尽快立法, 因为到现在还没立法, 其实就是对很多香港市民来说, 就是期盼已久, 有传闻说, 就是因为明年, 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, 所以现在暂时不立着, 那这个说法呢, 我们其实过多一段时间就知道了, 究竟会不会立法呢? 现在都是五月底, 六月份是来着, 那其实这四个罪行是什么呢? 就包括分裂国家, 颠覆国家政权, 恐怖活动, 以及勾结外部势力, 那光泛这个法例的人士, 就是刑罚最主要分裂的几级, 第一级, 就是包括可以判监三年, 或者以下的, 这个比较轻罪, 比较重一点, 就是五年到十年, 那最严重的就是判无期徒刑, 那其实很简单, 什么叫分裂国家罪呢? 就是说, 任何人或者组织策, 策划, 参与, 或者实施, 将香港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, 任何部分,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, 这个很重要, 对不对? 很多人当初想这样做, 结果被逮捕了, 也还有第二件事, 是非法改变其法律被围, 或者将它转归外国的统治, 不论过程里面, 有没有使用暴力, 都是属于违法的, 涉及分裂国家, 和煽动分裂国家的案件, 根据法律, 首要分子和被管署无忌徒刑那些, 不再说了, 其实分裂国家罪这一个, 就是有没有机会在六四, 如果有人真的想悼念六四, 会不会成为这个罪行呢? 教授你觉得, 会做什么行动才会造成呢? 就是重复你刚才说的四大问题里面的细则, 有任何一部分, 就是了, 所以不一定是六四的, 如果一些人在大学里面, 用那个所谓学术自由, 去赞写一些文章, 甚至在大学里面的学堂上面, 去宣扬这件事情, 就是说分裂国家, 或者是用非暴力的行为, 令到香港离开了中国的版图里面等等, 都属于维会国家安全法里面的, 我们每一个细则里面的那个法规, 所以也都因为是这样的时候, 不限于六四的所谓游行, 集会等等, 所以问题就是说, 不要将有示威游行集会的自由, 和这个国家安全港区国安法里面的, 法律条文有冲突, 将它混为一谈, 给你一下时间, 这个是的, 我们可以看到, 其实它里面八九六四, 或者那时候叫做八九民运, 我们也都称之为天安门事件, 那当年的时候,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? 就是我们现在看回头, 是一个颜色革命来的, 而且当年的时候, 西方媒体借着这件事, 去抹黑我们国家很多的情况, 包括那一天, 是否我们用机关枪掃射, 当然这个是假的, 是吧? 就是我们看到, 亚视的影片看到, 就是当时的学生, 早上是平安地离开的, 而那一条片, 就很少被人应用, 但是的时候, 这个所谓, 就是他们说是镇压, 其实根本就没有镇压, 又说是大屠杀的, 那这个情况, 其实是有分裂国家之业, 以我自己来看的时候, 那你当年, 如果你是有分裂国家的一个意图, 或者是组织, 参与, 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, 所以在这里, 为免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, 我也是呼吁大家, 都不要出来搞了, 这件事, 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观点而已, 第二点, 我们要说到, 颠覆国家政权罪, 就是用各种的手段去推翻, 破坏中国的宪法和根本制度, 严重干扰, 阻撓, 破坏中央或者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依法, 无法理行职务, 致使其无法正常理行职能, 那这个呢, 怎样叫做无办法理行职务呢? 那我们可以参照一件事的, 就是那时候立法会, 7.1的时候, 2019年时候的立法会被人占领了, 那你占领了立法会, 那我们就不能运作了, 那就犯了这个事件, 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,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? 教授, 最主要就是那个时候的动机等等, 但是那一次, 入侵攻击立法会, 以至打烂了所有的东西, 涂黑, 涂乌了, 那个立法会那个, 徽号, 还是那个徽章, 应该怎么说呢? 我们叫做, 那个标志, 嗯, 所有的, 和国家尊严有关系的东西, 都会被视为触犯了, 这个条例里面的, 而另外一件事呢, 我们接一接, 刚才大卫sir你所说的, 大家网友们, 会觉得有时候我叫大卫sir, 有时候叫柯老师, 就是说同一个人, 为什么呢? 我们很希望呢, 我们很希望呢, 慢慢呢, 大家会知道, 哦, 原来大卫sir就叫做柯朝辉老师, 那样, 比较好些, 因为慢慢呢, 我们又会, 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支持者等等的时候呢, 相对来说, 柯朝辉老师, 那个名目是好很多, 那说明目这一件事, 我们看回, 整体来说, 我们知道六四是一个不成功的颜色革命的原因, 第一, 我们自己在国外拿到的信息, 就有以下几个, 第一个, 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, 非常之有理由相信, 以西方为首的国家, 其实它在卫星里面基本上都看到, 而也都知道呢, 解放军在天安门以外的地方呢, 更加遇到一些人命的伤亡, 而天安门上面呢, 是没有所谓大屠杀发生的, 那其实已经有两至到三个不同的频道, 都曾经提及过的, 但是, 也都被一些媒体呢, 故意不去讲这一回事, 那另外一件事呢, 就是说, 六四本身, 是中国人, 看回头, 去当年看到自己的国家, 被西方去这样, 去用一个, 所谓, 是软实力的方式, 去推动, 去改变中国的政权, 也都因为是这样的时候呢, 我们会觉得, 刚才俄罗斯提的对的, 就是说, 大家要小心, 在那个所谓示威游行之前, 问一问自己, 为什么要参加,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, 目标是什么, 不过, 而且呢, 已经很清晰地知道, 六四那个事情呢, 不是, 我们一直以来, 在香港, 某一些人, 每一年, 用来宣传那个景象, 其实不是这样的, 真相并非如此的, 所以我会觉得, 就是说呢, 其实, 在当前中国的国力, 以至到能力去表达方式的时候呢, 是完全可以推翻了, 就是用回事实, 来告诉公众听的, 那当然呢, 事过境迁, 到今时今日,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, 已经26年来了, 这个问题就是说, 我们是不是仍然, 去将一些, 不尽不实的东西, 每一年去, 纪念, 每一年去做同样的东西, 而呢, 个别搞六四事情的人, 也都因为, 违背了港区国安法之余呢, 也都是, 在2019年, 犯了一些香港社会的一些, 动乱的事情, 而呢, 正在伏法的, 所以, 因为这样的时候, 我会觉得, 现在是一个时候, 为整个香港, 港区国安法, 更加能够行稳致远, 来推动的了, 短时间, 阿老师, 这个绝对是, 还有两样, 还有两个, 两个项目要跟大家讲一讲,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呢? 我就是想提醒一下观众, 如果身边有些朋友, 他们很想去六四的话, 会不会触发呢? 那我们就举这四条案件的罪行, 这四条罪行, 就去提醒一下, 你会不会违反, 如果真的有人组织去参与, 而发生任何事情, 我们看到, 在过去的一些游行, 警方都会给一些申请游行的, 就是说, 你究竟有多少人要来到, 以及要烂连牌以知识别, 究竟你这个负责人, 是不是要负责, 有关的行动, 或者举人活动呢? 那今天, 我们录制的时间, 已经是五月底, 就快到六月了, 但是也未见有人申请, 但是的时候, 也要提醒一下大家, 是不是要申请呢? 或者去做, 会不会有些问题呢? 这些是一些法律的知识来的, 要了解一下, 第三个就是恐怖活动罪, 就是组织策划实施, 参与实施, 或者威胁实施恐怖活动, 以胁迫中央人民政府, 香港特别政府, 或者国际组织, 或者国际组织, 又或者威吓公众, 以图实现你的政治指章, 即熟犯下恐怖活动罪, 具体的行为包括, 严重的暴力, 爆炸, 中火, 破坏, 干扰公共设施, 和交通工具, 相关的行为, 如果导致其他人重伤, 或者死亡, 就更加严重了, 为这些组织去提供金钱, 或者培训, 宣扬这些主意, 都是违法的, 是, 这个情况就提醒大家了, 教授有没有补充一下? 没有, 你已经说得非常具体的了,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, 这么多年来, 去积极去搞六四的那些人, 本身他们触犯了的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这样的罪行, 所以说如果你要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, 你一定会提出这些理由, 作为你示威游行的, 或者集会的目的, 再加上今次很清晰地提醒大家, 参与公众集会, 是你要去告诉别人听, 你声声名声, 你参加这个活动等等等等, 所以其实就是说, 用一个提醒的方式, 告诉别人听, 那个问题在哪里, 有问题的严重性, 所以问题就是, 去下去都是, 你自己用理性去分析, 客观事实告诉你, 根本六四的真相并非如此的时候, 你还跟着他去做的时候, 人云逆云之余, 触犯了法例, 而被拘捕的时候, 就与人无由了, 对不对? 对, 没错, 第四点最重要, 很容易触犯的, 大家小心了, 这一点大家知道我做国安教育, 我就很着急, 什么叫勾结外国, 或者境外势力, 危害国家安全罪, 我所说的这些罪行, 全部都是有所本的, 就不是说, 我现在在脱口说, 拿一些资料, 是用官方的资料来跟大家说的, 第四点, 就是为外国, 或者境外机构, 组织人员, 涉取, 次探, 收买, 非法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机密, 或者情报, 即属于犯罪, 如果请求, 或者串谋以上的单位, 那些单位, 大家知道, C1A, 那些M16, 那些, 大家知道, 直接或者间接接接受他们的指使, 控制资助, 从事操纵香港选举, 严重阻挠政府的政策, 对中国或者香港进行制裁, 现在西方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, 这些就违反了, 也对中国发动战争等行为都属违法, 而且以非法的方式, 记住非法的方式, 引发香港居民, 对中央或者香港政府, 政府真恨都属于违法, 这件事也是要小心的, 还有应期是属于中等或者以上的, 是三年至无期徒刑, 大家都知道, 记住, 不要引发香港居民, 对中央或者香港政府, 真恨, 因为这是属于违法的, OK, 说得很明白, 大家要不要去参加, 大家自己想想, 教授给你, 多谢你, 没有啊, 刚才你, 阿欧老师, 你提过那几点, 最终是在香港那个, 法例里面来说, 就是你煽动, 教唆, 协助, 所以也就是, 这么说, 就是说, 23条立法, 能够越早实行越好, 因为这些呢, 就会将那个, 和国安法里面, 互相呼应之余呢, 就更加令到整个执法的团队, 我说的是警察, 他们更加清晰地知道, 如何去执法, 也都因为这样的时候呢, 法例, 可以很严谨, 但是, 对一些不犯法的人, 无论法例, 如何严谨也好, 都跟他们无关, 而最重要就是, 心态如何, 以及你怎样看那个事实, 而香港, 25年以来, 就是过去那25年, 今年26年, 看到香港的那个变化, 其实, 看到的是2019年, 出现的事情, 今天, 仍然是有一些, 小小的声音, 正在骚扰的, 问题就是, 最终, 希望港区国安法, 配合23条立法, 能够, 进一步将香港所有的情况, 完善下来, 等一时间, 先来到这里, 没错, 在这里呼吁大家, 你不要以为, 有一些展品拿出来就没问题, 那一块所谓的各什么支柱, 其实都会成为程陀正宫的, 大家绝对要小心, 六四龟一日, 在家里和家人吃饭, 看电影, 逛逛街,那一天就是星期日 大家出外玩,进一下家庭之乐 就好了,是不是,教授 是的,也 Mong exclus大家,有个愉快的假期 星期后,星期日到的假期就对了 没错,今天时间到这组 多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订阅教授的频道 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、看广告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